先已经找到了一份伪照 再加盖福宝 便可废了皇太子 拥立赵王 借刑 怎么了 阿王妃 秀珍 王妃 王妃 忘记 秀珍 秀珍 怎么回事 徽华 怎么了 可能是季子青 可我座得和他二人炒妖花 每一块油花 都是用姬子卿进过的呀 不好 王妃是速急复发 宣太医 快宣太医啊 是 是 慢点 把爱请留步 母亲 王妃是速急复发 耽搁不得 要赶紧宣太医阵痴 母亲 您先将人 带到您的宫里去 把私药也请去 奴婢这酒去请 走 走 王爷 退下吧 父皇 这是何意啊 带上来 走 快 走 跪下 陛下 长山护卫指挥孟贤 与林前卫彭旭 钦天剑官王舍成 及内使杨庆父子 一众叛逆皆已拿下 所犯何罪 皇爷爷 皇爷爷 秦天剑官王舍成 密谋于孟贤 说他近日官天相有益 人间 将换一位君王 并密谋于宴会上进献毒酒 刺激毒害陛下 兵节内服武器库和辅宝 再拿下公侯伯 五辅六部大臣 天已经找到了一份伪诏 再加盖辅宝 便可废了皇太子 拥立赵王 果然是朕的好儿子 朕只不过偶然被记忆 不能失朝 怎么就惦记起 这辆龙椅和他大哥的人头了呢 三弟 老三 醒醒 三弟 老三 你真的与人勾结一起 要毒害父皇 谋策皇位 我贪悲了 大哥 你说什么呢 什么说什么 这怎么了你 你为何要出此诛心之言呢 我对父皇的忠孝之心那是 天地可表日月可见哪 我怎么会与人勾结图谋不轨呢 谁说的 是 是你们吗 是谁指使你们 无限本王呢 闭嘴 下去 是 是 我二老三 常山卫是你的后卫 是 除了你谁能调动得起啊 人都被压下去了 还抵死不认 不是 父皇 我我刚才贪杯 就睡着了 我也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 但是 一定是有人栽赃陷害 想献儿臣于不义啊 父皇 让他喝了 皇上 去 赵皇殿下 既然一无所知 为何不敢喝 父皇 儿臣手里既无精兵强将 军中更无私交密友 儿臣真正是截然一身 留守北京数年 那也是半步不敢踏错行差呀 那在军中接纳党女 受武将拥戴的 又是谁呢 老三 又害我 儿臣冤枉了 走那间打仗的时候 儿臣跟很多武将 都有过命的交情 但那都是一场场 一个仗打下来的呀 自从儿臣去了封地之后 跟这些武将就再无来往 更不知所谓什么拥戴 从何谈起呀 要说受臣子们拥戴 那世间谁比得过大哥呀 这朝堂上那些 酸溜溜的文臣们 那还不是一口一个太子仁德 父 父皇 儿臣冤枉了 父皇 好了 都别说了 父皇 今天这杯酒 儿臣愿意喝了 但在喝之前 儿臣一定要对天发誓 我绝无犯上作乱之心 今日之事 一定是有人要栽赃陷害 一定是有人 要行黄雀在后之谋 父皇 若今日您非要儿臣用这杯酒来自证清白的话 儿臣愿意干了它 哎 父皇 父皇 使不得父皇 三弟一向谦逊贤明 从无忤逆之举 这次肯定是冤枉受屈 如果 这是杯镇酒 儿臣愿意亲相待 我来 大哥 我来 大哥 三弟 大哥 三弟 大哥 行了 都想喝毒酒以正清白 父皇一个人不敢吗 我也清白无故 来 停 停 哎呀 够了 黄爷爷 孙日的话还未说完呢 孟贤彭旭 不过是一个区区的指挥使 手里能有多少兵呢 要劫持重兵守卫的内裤 简直是无稽之谈 二位叔叔决定聪明 又怎会行如此糊涂之事 孙日早已查明 不过是那些无知的下官串谋 与二位叔叔无关 詹姬啊 你早说呀 三叔胆小你吓死三叔了 二位叔叔 你们反应太快了 没等我把话说完 纵非他们幕后策划 也是平日 骄狂放纵 使得一帮下沉 心怀贪念 谋权篆篡位 陛下息怒 传赵 王舍成 以天相诱人 朱 其余涉案人等 夏镇府私欲严审 奴婢 灵职 你们两个 赵王 赵王闭门自行 是 还有你 明天就给朕滚回你的封地去 谢父皇 人 我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